以色列政府在6号证实 一共有31名以色列人质死亡 但是私下也估计 可能有多达50名人质 都已经不幸丧命 示威者披着以色列国旗 阻挡人道援助从以色列南部边境 进入加萨 向哈马斯施压释放人质 以色列政府6号证实 一共31名以色列人质死亡 但以色列政府私下估计 可能多达50名人质已经丧命 不过有卡达 埃及跟美国居中协调的人质协议 最近传出好消息 据了解 各方代表日前在巴黎 从一份人质协议基本架构 第一阶段为期6周 以色列将停止在加萨的所有军事行动 哈马斯也会释放平民人质 交换巴勒斯坦囚犯 救援物资也能运到加萨所有地区 在第二阶段 哈马斯将释放以色列女兵 更多人到救援物资也会进入加萨 到了第三阶段 哈马斯将释放男性士兵 并用人质遗体 交换哈马斯战士的遗体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却直言 哈马斯的回应有点过分 参与谈判的官员也透露 协议的细节才是谈判的深水区 夜门叛军胡塞组织呛杀 以色列不停战的话 局势将会升级 宣称再度发射多枚飞弹 袭击鸿海船只 中东持续战云密布 林诱人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